- 要不我还是别去了吧- 怎么啦,咱们不都说好了吗- 你看我这个样,再加上我是工艺上班,你爸妈知道了,那肯定不会同意的呀- 没事,你就放心吧,我爸妈不是那种人- 可是我这心里还是有点处得慌呀- 哎呀,我都说没事了,再说了咱们都快到了,走吧- 要不这样吧- 前面有人超级的- 哎呀,我都说没事了- 再说了咱们都快到了,走吧- 要不这样吧- 前面有人超级的- 哎呀,我都说没事了- 再说了咱们都快到了,走吧- 要不这样吧- 前面有人超级的 - 我给你妈买两个东西- 那行吧,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去我家- 这两手空空也不太好啊- 我也这么想的,那走吧- 来- 来- 爸妈- 来,老头子,回来了- 妈,老头子,我出来- 哎呀,这里给你买东西- 哎呀- 我先给你放这儿吧- 放这儿,放这儿- 放这儿 - 爸- 叔叔啊- 大妹,这- 我拿取朋友- 我不是说了吗,要带他来见见你们- 叔叔好- 先行,别这里了- 坐坐坐- 坐坐坐- 行- 行行- 行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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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伙子,啊- 做什么工作的- 啊,叔叔啊- 我- 我在工地上班- 啊,工地上?- 那一个月,那挣多少钱呢- 啊,叔叔啊- 叔叔啊- vintage- 我...我待工地上班- 啊,工地上?那一个月,那挣多少钱呢- 啊,叔叔啊- 叔叔啊,我- 叔叔啊- 我在工地上班- 叔叔啊,我- 我在工地上班- 啊,工地上?- 那一个月,那挣多少钱 叔叔,我这一个月也就三四千块钱吗? 三四千块钱啊,还行吗,是吧? 我问你,你知道大美一天零花钱得需要多少钱吗? 这个,我听大美说过,他一天才二百多吧 你知道啊,你既然知道了,你考虑考虑,你能挣够他的零花钱吗? 这样,叔叔,可能我现在是挣不够他的零花钱,不过你放心,我以后肯定能挣更多钱的 小伙子,还是现实一点嘛,考虑考虑再说吧,行吗? 爸,大美,你这样呢,先回去吧 妈,这,你 行了,大美,你别说了,我知道我配不上你,这咱们俩,还算不 小白,小,妈,你干什么呀? 你说我干什么?一个穷小子,你嫁给他,能有什么幸福呀? 这是我自己的事,幸福幸福我自己知道,我知道,你们现在是嫌弃小白没钱,但是小白一直很能干的,我相信他以后能赚更多的钱来养我 以后,以后是多长时间呀?你要自己浪费你记得青春吗? 妈,妈,大美,大美,干什么? 孩子呀,你出来吧,这都三天了,你都没吃饭了,你想急死妈呀? 我不吃啊,你这孩子,你出来,有事好商量吗? 我告诉你,我就是非小白不嫁,你们不同意,我就不吃饭,你说你傻不傻呀?你开开门,让妈看看你,别放我了 老头子,这该怎么办呀?这孩子把他自己锁在屋里,不吃不喝,这怎么能受得了啊? 老头子,你怎么办? 老头子,你出来吧,咱们好好跟他谈谈,要不咱们就同意吧? 那行,我去叫他 大美,你开开门,我们同意,你和小白结婚 真的,真的 爸,你也同意了 我跟你说,大美,这是你自己的事,以后不要买赶爸妈,知道吗? 这是你自己的算子 你以后吃苦受罪 跟爸妈无关 爸 妈 你就放心吧 小白对我这么好 肯定不舍得让我吃苦受罪的 我以后肯定会过得特别幸福 那好 你叫小白过来吧 我给他谈 好 我明天就让他过来 小白啊 今天叫你过来 你也有点辛苦 是吧 大美呢 对你不嫁 既然这样 咱今天把话说清楚 行 说 你说 小白 这结婚 这彩礼 你准备好了吗 叔叔 这个准备了 不过 也没多少钱 我这几年也就攒了 大概三五块钱 那婚姻房吧 叔叔 这我父母啊 都是农民 他们也没有能力在 在城市给我买房子 所以我们准备结婚 就在我们农村老家 那不用说 这车也没有了 对 我就一辆电动车 小白 你也知道 我就这一个女儿 我不想让她跟住你受罪 你看 我这样想 行不行 叔叔 您说 您说 您有什么要求 我能满足的 我肯定尽量满足你们 你看 我们这彩礼吧 都是八万八了 你那三万块钱 也不够 这个彩礼钱嘛 我就不跟你要 真的啊叔叔 还有 房子的事 小白 你看我这套房子 也不算太旧 装修一下 你没做回航啊 这儿 爸 真的 大美 这样不好吧 哎呀 你就听我爸的吧 还有啊 你看我那个车 也不算太久 还能开 以后 就让你们开了 我来 和你妈 我们回老家住 咱们老家这行房子 能住 咱们也退休吧 在这干嘛 是吧 农村多好了 那行啊 就听你的 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赶紧算个日期 你们结婚吧 啊 这儿 爸 妈 其实你们不用回老家的 跟我们一起住 不也挺好的吗 大美 跟你妈 我们这都退休了 我们回老家多好呢 是吧 你们过能二人世界 这样多好呢 这个事就这么多 要定了 好 你们在这说话 呃 给你妈 来 去做干净 大美 现在好了吗 哎呀 你就一切都听我爸安排吧 大美 啊 你起开 起开 怎么了 行吗 我不跟你说过的吗 以后这种我干就行了 你还行 都不容赶 你来 歇里吧 没事 我在这陪着你 你说你这不是这么热 你给我干嘛 喂 喂 赵哥我怎么了 怎么了 真的吗 那 那需要多少钱 那行 那那我想办法 那谢谢你啊 行那我先挂吧 怎么了 是这样的 这美工人呐他自己想单干 准备啊开个建筑公司 他看我也挺能干的 想拿我入股 这不挺好的吗 真是好事啊 自己干 总得跟着别人赚的多吧 是啊 不过他说 入股需要三十万 三十万 这么多啊 是啊 这三十万 咱们现在给拿不出来啊 你先别着急 咱们共同想办法 行 那你先去下班去这 我把我们刷了 这凑了多少了 这凑了多少了 现在九万里八千 还差二十万呢 差那么多呀 是啊 那 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你想想还有谁没借的吗 这能借的 都借了呀 谁啊 我去开门 爸妈 大梅 大梅 你们怎么来了 快进来 小白爸妈来了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小白妈 快坐快坐 好 好 爸妈 你怎么 一会儿来 这不是小里门了 过来看看 这 够不够的 这 还差二十二十万 啊 这卡里啊 有二十万 这钱啊 现金是三万 这应该够了吧 拿着吧 爸妈 你们这是干嘛呀 小白 这是我给你妈的一样老钱 现在我们也用不到 是吧 你们先用着 啊 这 这 这钱 这 我们不能要 小白 我可没说 把这钱给你们啊 等你们赚了钱 要还给我的 这 那 那行 你放心 这钱 我肯定会还给你们的 爸妈 你们就等着吧 等小白赚了钱 我们就把钱还给你们 而且还有利息 好好 那你爸 我们两个呀 等着 喂 大美啊 小白 怎么了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我们公司接的第一个工程 现在工程馆下来了 下来了 是啊 在这儿另外一个股东 我们俩一人能充六十万呢 那么多 是啊 大美 现在我终于有钱了 能给你幸福的生活了 嗯 老婆你真棒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大美啊 这一代都给你爸妈 要不说当初 他帮助咱们 我也不会这么有钱的 所以我想 我想 带你爸妈 出国旅游一趟 所以我刚才在网上订了四张机票 我想 带着你 还有他爸妈 一起啊 出国旅游 真的啊 是啊 好 那行 那你现在跟他爸妈打电话 在咱们家集合 行行 行 那就这么说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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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